在贝罗伯格的郊外 可以找到一个叫做西里尔的小女孩 西里尔说 只有解开面前的箱子机关才能走出去 我一看 这不就是推箱子游戏吗 推完箱子会蹦出一个宝箱 我以为这样就算结束了 没想到怪事发生了 西里尔说她依然走不出去 而且不能跟我一起离开这里 可刚才推箱子的机关已经被我解开 随后消失了 就在这个时候 屏幕一黑 类似的机关突然再次出现 没有办法 为了带走西里尔 只能去解开这个新的箱子机关 然而 推完第二次箱子 西里尔依然说没有办法离开 如果用手去牵西里尔的手 甚至会被一股巨大的刺力弹开 从西里尔口中能够得知 她有一个姐姐 姐姐很漂亮 很聪明 也很温柔 所以这位姐姐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 而西里尔却非常平庸 只有一位特别的男子愿意跟西里尔玩 为了搞清楚西里尔的状况 我们找到了贝罗伯格的地头蛇桑伯来帮忙看看 然而桑伯大打现场之后 西里尔却不见了 只在那个地方找到了西里尔的日记 通过西里尔的日记 可以发现喜欢跟他玩的男子叫做斯杰潘 在写下日记的半年前 斯杰潘和许多著成者来到了西里尔的家 他们是来找西里尔的姐姐西里亚的 西里亚什么都会 什么都懂 所以贝罗伯格需要西里亚 斯杰潘看见被冷落的西里尔 关切地和西里尔交谈 这让西里尔如沐春风 斯杰潘还对西里尔说 要带他去更宽敞更舒服的地方生活 可这和西里尔的消失又有什么关系呢 过了一个晚上 我再一次来到贝罗伯格郊外 却遇到了青年时期的西里尔 青年时期的西里尔并不记得之前的相遇 且同样被推箱子的谜题拦住了 解开谜题之后 他似乎找回了记忆 却说不能向我透露任何消息 因为这可能会让我卷入不好的事情 而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又会遇到西里尔 这一次他变成了怪物 西里尔没有进攻的欲望 尝试与他交谈后 发现这个西里尔依然在思考推箱子的谜题 这个推箱子可就有点东西了 你会发现怎么推都没有办法完成目标 因为这个推箱子特别难 不过你可以先把箱子推成这个样子 然后重点就来了 点开地图 使用传送锚点 传送到旁边去 再进行一个外部的推就解决了 完成推箱子的解谜后 西里尔向我们透露了重大情报 他其实是贝罗伯格的大守护者 而斯杰潘则是他的老师和朋友 许多年来是斯杰潘帮他撑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 西里尔认为自己很愚笨 也因为愚笨而死 辜负了大守护者的职责 所以请求我给他安宁 战斗之后 西里尔只留下了一枚金色饰品 把这枚饰品交给贝罗伯格的官员 能够得到一本叫做《愚者·西里尔的书》 从书中可以了解到 西里尔是贝罗伯格的第八任大守护者 是一个历史人物 大守护者是贝罗伯格的最高领导人 这个领导人会在贝罗伯格的民众中选拔出来 然后进行培养 本来第八任大守护者是西里尔的姐姐西里尔 但在西里尔将要上任的前夕 却突然离弃失踪了 接连数天的搜索都找不到西里尔的踪迹 这个时候名叫斯杰潘的大臣 极力支持西里尔成为大守护者 并且说西里尔的能力不输西里尔 于是在斯杰潘的推动下 西里尔就这样坐上了大守护者的位置 但历史证明 西里尔并不像斯杰潘所说的那样崇溃 他其实是斯杰潘的傀儡 14年后 著称者为了推翻斯杰潘的政权 邀请西里尔和斯杰潘观看军演 然而当天只有西里尔出席 斯杰潘早已不知具象 卫兵假意护送西里尔 趁西里尔不注意将其推入了军备箱中 而后一将军备箱扔下了悬崖 西里尔就这样在兵变中死去 所以我们遇到的西里尔其实只是列界残想 残想一直在纠结箱子的问题 就是因为那些箱子是西里尔生命的终点 在和西里尔的对话中 他始终认为自己很愚笨 没有帮上斯杰潘的忙 甚至认为是自己愚笨才失足踏入了箱子里 或许这是一个好结局 因为西里尔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被斯杰潘骗了 但让人一难平的是 斯杰潘在贝洛伯格的历史中下落不明 所以现实中他也应该没有遭到审判 西里尔在客观事实中 就是斯杰潘的政治工具罢了 实在是令人唏嘘